好 我们看一下第38页的G大调小步舞曲 这首曲子呢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是这个 它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它所有的负点 它要你连在一起 像第一小节它三个负点 然后它要你连在一起 那有的呢 就会把节奏拉布变成 变成 变成前负点 然后或者是变成 变成28 都是不对的 找这个 找一下这个感觉 好 注意看一下第二小节 第二行的第二小节 看一下这个C 它是一指 接下来这个音是升拉 升拉怎么办 很多人讲升拉是空弦怎么拉 升拉其实就等于降C 就是原来降C的位置 所以你可能拉完C以后 拉升拉手指要往前退 然后 再回到一指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往前退 二指 关上去 然后再回去 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把它拿下来单独练习 一指按好 往前退 然后二指 好 再看一遍 一指 迅速往前退 然后二指 然后再回到一指 完整的听一下这一句 空 反复 好 大家会看到 这里有两个正方形方框一样的东西 把这个小节 把这两个小节框起来 一个写着一 一个写着二 我们这个叫房子 我们反复 是它这个地方还是需要反复 然后第一遍就反复到第一房子的地方 第一房子拉完以后又重头反复 对不对 反复到第二行最后一小节 然后我们就直接紧跟着是进第二房子 不进第一房子 意思其实就是说第一遍拉到写着一的这个地方 然后第二遍拉到写着这个二的地方 然后一的那个地方就不要拉 那一遍拉到写着那里来看 最后一词拉到写着